我们要画的是什么 地区 地区的一个值的大小分布 其实刚刚我没有画这张图 那我们再快速的复习一下 这边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我画的是这个漏斗图 漏斗图里面参数很少 反正就是一个可能就是类似轴的标签 一个就是值 所以你勾的当然就是地区的值 只是我要特别提醒你 这个值麻烦请把值改成 将值显示为总计百分比 这才方便我们去做比对 可以吗 所以地区我就先放到这边 可是事实上你去看这个地区 你会发现真正有价值的 就是通常这下面这些什么 1%以下的 1%以下的 请问我们是不是会把它视为 叫做全部加起来 并在一起叫其他地区 对不对 因为真的没必要去分析这些小的地区 好 这些小的地区 其实我就会建议把它怎么直接过滤掉 怎么过滤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三选 三选针对这个值的总计百分比 麻烦请设到五个百分点 那就是小于0.05 然后套用三选 对不起 大于 大于0.05 大于0.05才对 套用三选 好 地区做完了 大家有吗 而且 其实 重置当初我们 其实重置当初我们 谢谢大家